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渾身不舒服 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沒有工作就代表我不好 會 會 有沒有 有 你都不是人家做給你的感覺 對自己的一種放棄 那無力會感覺到 是對人生的失望 還有對自己的價值的否定 因為很多癌症 都是這樣出來的 是 這麼愛工作的徐哥哥 你今天來這裡 有什麼代表性 對啊 什麼代表性 我真的很愛上班 我沒有辦法停下來 我都覺得說 怎麼會休息這麼久 萬不然如果我再休息 我如果沒薪水要怎麼辦 我就開始覺得 焦慮 會害怕 對生存的這種危機感 對 每天要上班 或是要農業都沒關係 我一旦停下來的時候 我看人家電視在報告 你如果發現你的頭髮 稍微掉了一點 然後有點白頭髮 有可能你就是 我就說 我早上洗衣服 好像很多頭髮 那個排射狗很多毛 那你的腎可能有問題了 說 你如果這個膝蓋 有這裡有一點痠症 你可能就骨骼疏症症 我就這樣上班 就站起來 我骨骼疏症 聽說 你如果有胸悶 就是覺得這樣好像十張 對 有電視就像說 有某一個公眾人物 心肌梗塞 死掉了 對 是有痕症 我就確定給我的經紀人 說 我差不多了 你可能要好爸爸 糟糕 我省了來 時間應該沒有多少 他說不會 你趕快看醫生 去檢查電腦都沒事 說我很健康 很奇怪 其實這是一種壓力荷爾蒙 在急性期的時候 真的就是我們 身上腺素起來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就會專心做你的工作 身體的病痛就會忽略 久了之後 那個上腺素它也不會一直產生 久了之後 就會有我們做皮脂醇 就是我們內生性的一種類固醇 它也會幫助你 減少一些病痛的感覺 智豪哥剛剛提到說 像小豪就好 小豪 就是提到說 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渾身不舒服 聽到有什麼狀況 經常自己有這個 就不像大家都在說我 對 這個剛剛 我不知道演藝圈的演藝人 有沒有這種焦慮感 就是好像 會 會 有沒有 有 妳都不知道演藝圈的演藝 妳都不知道演藝圈的演藝 都不知道演藝圈的演藝 妳每天都要等案子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一個焦慮的表現 當然還有就是 妳本身可能也比較敏感一點 對於一些消息就會常常 就是 妳是高明嗎 我高明 妳很辛苦 容易對號入座 覺得說我好像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人格特質 還有妳們工作的特質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安全感 其實因為剛剛這樣子講的話 其實我相信WISH 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因為WISH不要看他現在 快快樂樂開開心心 長得帥帥的 他35歲了 出道已經10多年 在偶像界已經算是 等級 沒錯 是的 很辛苦 過去呢 如果看過他專訪就知道 這個可愛的小夥子 之前還深受這個 可以講嗎 可以講 憂鬱症之苦 沒錯 是有的 當時就是因為身陷合約的糾紛 沒錯 然後沒有工作 對 沒辦法工作 沒有舞台 沒有舞台 當時是 當時其實就是瞬間 妳會發現 妳的人生 到了一個 全所未有的孤底 那孤底是很黑暗 妳其實就像是 我們有一天到晚在上班 然後突然沒有班的那種感覺 對 而且那個班是很長的假期 是無止境的假期 然後妳甚至不知道妳能做什麼 然後妳之前累積的事情 妳也沒辦法去 用妳的能力去完成它 然後妳就會心裡會陷入一個 很奇怪的狀態是 像他們說的 很多問題會開跑出來 比如說身體越來越痠 對 頭越來越痛 然後開始妳明明沒有做什麼事 但妳睡不著覺 妳開始焦慮明天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個演藝圈 可能藝人嗎 藝魚長人 我們是大家想要工作 不想要放假 對 為什麼一般人會是就是 想要放假不想要工作 這是一樣的邏輯嗎 它是一樣的生理的機制嗎 還是真的他們連身體都不一樣 這個其實每個人不一樣 也有些人覺得說 他就認為說 我要工作 我才有我的價值感 我要需要做一點事情 我要對社會有貢獻 那就好像閒不下來 我沒辦法去做一個 玩樂或放鬆的行為 我想說我有罪惡感 突然沒事做 你會覺得說 這個就會不舒服 開始就會有胡思亂想的狀況 這就比較像是 退休後症後期一樣 就連在睡眠 裡面的身體 背拱 肩頸 都會變得很痠 感覺像是提前退休的 對 好像我提前老化了 其實在中醫裡面來講 其實它是一種 那種心氣其實就很像 我們說的交感神經 當你沒有交感神經的支撐的時候 其實就感覺 整個人是癱瘓的 是患散的 沒錯 那種患散其實是特別無力 那種無力會感覺到 是對人生的失望 還有對自己的價值的否定 就會開始 那種心力都出來 乏力感 然後倦怠 也會覺得說 我乾脆就躺平好了 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 癌症是激出來的 其實有的時候是一種 對自己的一種放棄 然後身體的免疫系統癱瘓 造成癌症就這樣出來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 退休之後反而 腫瘤就這樣出來 你就覺得奇怪 那不是在他身體 已經潛伏那麼久 為什麼以前都沒有發病 其實就是在他 退休那時候 整個人心力一放鬆的時候 心氣找不到他自己的 中心的那股力量的時候 他其實就癱瘓了 所以就 的意思 不是 這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本來就要平衡 要工作也要休息